中美貿易戰 3個中產黨 今日比較宏觀點 不過也說了很多次 就是中美貿易戰 我們今次有兩個設立點 第一,中美貿易戰近來我們做的時候,又再次惡化 其實都兜兜轉轉了很久 我們以前的判斷是什麼呢? 在大選之前,中美貿易戰多數都是小炒小撈 我不知道兩位會否認為現在已經去到大炒大撈的階段 因為除了中國有反制出傾銷關稅之外 美國又再追加 特朗普又說他會用Emergency Trading Power Act 針對一個近乎準戰爭的國家去做特權的法律 這是第一個斜合點 第二個斜合點是什麼呢? 現在我發現外國有不少的評論員開始提出一個概念 香港是一個黑天鵝的現象 意思是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 隨時我們說現在我們陷入的經濟衰退傳坡 就是以香港作為一個發言的中心 看看兩位你們怎樣看 兩個問題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我是抄大師的 大師應該是我認識的輿論看的評論 最早提出是看真點時間 究竟什麼時候大選 其實是一年後左右 那就是特朗普想成功爭取的話 就是要計算時間 之前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不用 即是不會這麼快談得到的 你的講法是這樣 我引申你的推理就是 既然未到時間爭取 他可能爭取不到 但他會有一個很主觀的願望 希望爭取得到 但人人都知道的時候 當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中共怎會不知道 中共又看死你 都是想要上競選連任的話 那就是計算時間到這樣 他就會很緊張 可能會養多些少 即是可能幫你賣少少東西 即是給你一點點好處 他都會先立即走 那變了 不過還有成年的時間 都未是選的時候 即是現在的競選對手 在哪裡都未 大家都未那麼清楚的時候 那中間這段時間 他滾上滾下 有些打打談談 有些奇怪一點的事情 久不久他講一些比較難聽一點的事情 覺得好像緊張一點 其實不是第一次的 那我看上次他說 加三千億的時候 大家又很緊張 然後他說 那我自己才加了 又好像緩和了 少少這樣 那現在又是重複一件事 就是說 今次中國 就是做一個主導 就是說我加稅 接著黨普 就很快就這樣做 你加了我 我就先加你這些 接著那三千億我再加上去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是跟回大師那條環 就是說 都是還有成年先選舉 都未說得到最終 就是談不談得成 爭取了些什麼的時候 那這個時間 這些所有的爭拗 不需要太過放得太大 暫時我覺得 有兩件事說 第一 中國如果不在這時候動手 它更加沒事 它是唯一一個動手的機會 中國的情況 當然壞過美國很多 始終是Inisia 因為Inisia在美國 美國隨時收都行 而中國只是被動 它只是沒有辦法 之中的辦法 第二 就是至少在股市方面 我們見不到那個崩潰式 因為至少是 我想美國人心目中是有底 即美國沒有沽到 美國人沒有沽到這件事的話 即是在美國和香港股市 大家會反映到 因為香港股市是最明顯反映到 因為是一個open market 而且與中國和美國是related 是兩個中切入點 香港股市未見到一個 應該切合中美貿易戰談判破裂的時候 身份的大跌 所以就變了 如果切合的話 應該會跌多少成 不是 現在說還未跌 可能這個節目出現時已經跌 現在升展跌到17000點 但是 現在大摩都好像會跌到差不多這個位 我明天說跌了1萬點 2萬點都不行 但事實上是不動 至少市應該換 因為市應該是比 大家記憶的時候 是嗎? 剛才你說的很重要 切合這個事件 因為跌多少點才覺得 如果真的跌不成的話 要視乎跌不成到什麼地步 因為我們暫時見不到 跌不成到什麼地步 如果大家當作敵國 或者制裁 那個人真的跌到1萬點 跌到1萬1、2點都不為多 其實 但是 但是 整件事要看它的量化程度 如果量化程度 我們暫時不知道 那個情況會跌到什麼地步 你覺得通常你的經驗 歷史上看到 因為政治爭鬧的話 是不是應該跌了 跌了先 跌了先 通常會跌半年的 通常股市比真實經濟 說行早半年 到一般 純索都覺得 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已經是太遲了 通常在暴跌的一刻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才是正常的 現在反而你不停說 都未暴跌就不正常 原來那天跌了10% 這麼嚴重 原來是次要危機 你會知道 事件反而是發生在暴跌之後 而不是發生暴跌之前 所以現在應該已經跌了 不會是未發生的 除非再會有一些 我們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問題 其實我自己覺得 究竟是因果問題 還是兩者都有呢 現在有很多人說 因為香港問題 就惡化了中美貿易戰 再加上其他的影響 當然是任你所說的 因為反過來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 現在世界大趨勢 都是陷入經濟衰退 或者經濟停延濟期 只不過是香港再加上其他東西 就特別明顯是這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 你們覺得 因為以前 在G20之後 其實我曾經一直都以為 香港就是 習近平和特朗普談判了 他說明香港 應該由中國自己處理 他相信習近平會處理到 但現在你會發覺 特朗普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要把香港 當作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考慮 他講到香港不可以 為什麼這麼多人跟風 說香港很重要 其實他都是看特朗普 或者美國政府 對於香港的態度 和G20之後那段時間 被他完全不同了 但我看法從來特朗普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 撿住他一兩兩兩 來講 你看回他的 track record 就是他講很多事情 都是口信 都不是太認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 國會通過法例 既然說了很久 的時候 究竟他的法例是怎樣 要搞多久 要醞釀多久 這個就是 和他口說的兩件事 我覺得就是這樣 美國是順著將來打 你搞的 你有位置讓他入 他就入你位 順著將來打 你沒有理由 這麼好路 你走到 你有幾百萬人 兩百萬人 走出來示威 這麼好路 他不跟隨 他不趁機去做些事情 你有沒有路 被人抓 美國都是 他有個為必 要為他入 他入了的時候 看看是怎樣 他又不會做得很過份 他不會做到 我真的要 扔很大的資源去做這件事 那樣事情 但問題是 叫他們 如果作為一個談判籌碼 你很難令到他 香港這麼好路 不做談判籌碼 給我們都不會 整件事 是他順著來打 你打錯了 他一定會入你位 你打對的話 等於 那時DQ的時候 打對 DQ那些人 你打對的時候 他又 他又沒有理由 他又沒有理由 人家順著來打 整件事 不是說你想講計劃去什麼 我想 不會有一個人 有些人 有些人 不是拍戲 你不是有個劇本寫 但你會有一件事 你會知道 那一刻 你做那件事是適合的 這個 重點是甚麼 如果他開頭不提 現在提 但沒有實質 其實就是沒有分別 基本上 都只不過是口術 口術 特朗普有很多東西都試過口術 他連綠蘭都說要買 心裏面大家都知道 他都是在口吹水的 那究竟 香港對於這個 中美貿易戰 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是去到一個甚麼地方 但現在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很多 尤其是 反送中的朋友 他們很敏感 一覺得 以為 黨普說了些甚麼 就代表他們 現在我們香港很重要 又或者是 有甚麼可以跟他爭取 就覺得他站在我們那邊 他有個理論 你這個好朋友 不明白 我都覺得值得撒謀 如果搞到整個歐美 自由世界 都是同情香港的 如果你站在他那邊 你是可以搭順風車的 那我就站在那邊 這個說法都不錯 可能特朗普現在 都是停留在口術 覺得沒有甚麼用 但如果人人都要求他做這件事 他做這件事會變成英雄 他又沒有理由不做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理論對 我就提醒大家 美國幫過中東好 非洲好 那麼多國家 這些信風車 能不能搭過呢 就是要看回事後 那些地方的發展 即埃及 他都不說哪一個 這樣說 第一 我講美國一直的實施策略 就是真順著來打 你有位沒理由他不進去 這麼好路 他沒理由 如果特朗中美貿易戰 可以在香港做茶碼 為甚麼何樂而不為一 但我也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 我對於黃絲帶 一直都很失望 你要去信賴一些 我不是認為不可以信賴 因為大家都是互相利用者 但你不是互相利用的方式 而是信賴的方式 去做 用一些 當他是救世者 還是怎樣的想法 這件事就非常慘 因為其實他們不停出賣 當年的時候 英國不要香港 今次台灣收到香港少少的人都不肯 表面上 那些人是跟你互相利用的對象 甚至如果他們是有價值的時候 是會不惜你死的 我覺得香港人不要有任何對這些人的幻想 對這些國家外國勢力 你只能夠說是 我沒有他不行 我和他互相利用 這是可以的 但你對於民主世界 自由世界 那些人抱有幻想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可悲 非常可羞恥的事情 但現在最擔心的是 Kever 你出賣我不要緊 你弄過來 你弄禍了 弄到我變成第二個IQ 第二個罪利 那就更嚴重 這當然 都要繼續觀察下去 好 這次就到這裡